大红椒、青原椒、小米辣、黄彩椒、高度白酒、盐 先把小米辣用毛巾擦干净 再把辣椒地去掉 别的三种辣椒也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干净 用毛巾擦不用水洗 是因为水洗过腌制的剁椒容易变质 我们今天用四种辣椒混在一起做剁椒的好处是 大红椒和青原椒虽然不辣 但肉质厚吃可比较脆甜 小米辣是这四种辣椒中最辣的一种 加了黄彩椒会使做好的剁椒酱 颜色非常鲜艳 再把处理好的四种辣椒 一起放了一个擦干水分的食品盒中 然后用菜刀把四种辣椒一起剁碎 放了食品盒中剁辣椒的好处是 剁的时候碎辣椒不会散在外面 还有在剁辣椒的时候 辣椒水也不会流出来 只都把所有辣椒剁成小颗粒 这时加了200克盐 因为我们自己家做的剁椒 没有加任何防腐剂 盐量稍微多一点就更加不容易变质 二两高度白酒 注意的是用刀剁辣椒时 一定要戴手套 不然会刺激到您的皮肤 辣椒和盐的比例为15比1为好 最后用一个擦干净水分的塑料瓶 把剁椒装到瓶中 过三天以后就可以食用了 它会用于15分钟 这个精砦 这没法成功 感谢观看